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观众朋友你好 欢迎收看5月22号新闻大白话 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李作恒 首先要来邀请这一节参与我们讨论的来宾 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庭 作恒好 大家平安 前关会副秘书长杨永明 作恒 大家下午好 资深美景人谢寒冰冰哥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我们先关注到国内的疫情 现在确诊数还是不断在飙升 当然现在很多人说这是高原期 但高峰什么时候不知道 可是已经有很多的状况了 像是在21号的时候 中重症是增加了223例 还蛮多的 还有两名儿童是重症 其中有小朋友是腿痛到晕倒 还有9个月大的婴儿也插管 另外在台中的部分 也是增加了6名死亡的个案 其中有一个比较令人担心 是说有一名男子 他是露倒之后 就死后才发现 他其实是确诊者 很多人就很疑惑说 到底还隐藏了多少的黑数 是不是其实没有被发现到而已 那当然现在大家都在讨论说 高峰什么时候会来 有人说是5月底前 是不是就会来 医师预估这个单日 可能会来到了16万的确诊数 所以很担心的是 现在这个死亡率的部分 会不会再继续的攀升 因为死亡这件事情 它不会是一下就突然出现的 它可能是一个慢慢的 会比这个确诊数的成长的速度 会再慢一些 那当然现在就有人 做这个图大酸陈时中 因为陈时中就说 这个单日确诊 每天是8万多8万多 但是陈时中怎么说的 他说这波疫情 其实我们控制的 好像还算是不错 这是不是活在自己的 平行时空当中 因为就连德国之声 外媒他们都有 针对台湾的疫情 来进行评论 他们在20号的时候 就是说台湾正在学习 和COVID-19共存吗 但是他们也列出 一些政策上的失误 包含像是防疫政策的 招令戏改 就引发了混乱的情形 我们都知道 我们都快跟不上说 到底今天的这个政策 是什么 可能早上是这样子 但下午又变了 再来是医疗人力的短缺问题 另外就是我们一种 过去的经验 就是聪明 是不是反被成功误 但是讲不得吗 因为现在Netflix 很多人都会使用的平台 他们就制了一个迷因图 暗指说买不到快筛 也就是这个画面 当然这是有趣 可是立刻就被出征了 因为很多 比较清绿的粉砖 都开始痛批 这个Netflix太邪了 就把他们狂出征 说这个可以直接退订 还说这个造谣 直接退订这个平台 还说是不是自己嫌 自己的订户太多了 可是确实这些防疫的状况 不是没有 因为我们看到 在这个N95的口罩部分 医护就爆料说张基医院 要求一片带一咒 他们是危险的第一线 但是他们就口罩 看起来是有点吃紧的 甚至有护理师就类似 说他确诊 结果遭到猎物 那三种人就被说 在疫情中是不是被遗忘了呢 这哪三种人呢 包含了医疗人员啊 警卫啊 或是一些清洁消毒的人员 等等的 不过陈时中 他在21号的时候 他却是说 其实现在医疗的量能还可以啦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那就当然呢 就引起了护理师工会 非常的不满 就说他这个是 睁眼说瞎话 好 那我们要回到说 现在呢 还有一个问题是参加WHA 现在我们有派一个团 代表团过去 但是还是没有办法真的来参加 那陈时中当然说 国际都力挺 上市呢 总统参与文不断喊话说 台湾需要WHA WHA也需要台湾 那全球的防疫体系 应该是要完整的 不应该是受到政治的干预 就连面对这个马英九质疑说 是不是因为两岸关系的问题 才导致我们没办法参加呢 可是陈时中说 台湾有很多的抗疫经验 可以贡献 但是不要 我们要参加 也不是要矮化自己来参加 再暗奉回去 而且外交部也不断呼吁说 21号的时候 他就说全球已经有 71个友好的国家 都力挺台湾 可以参与WHA 但是这个力挺真的有效吗 我们就最后的结果来看 这么多人挺 说挺 但是呢 还是进不了 这到底 这是实际上 是不是根本没有帮助呢 其实陈时中并没有讲错 他讲控制的不错 一点都不错 因为他控制的是数字 他没有打算要控制病情 大家看这边 这是网友整理出来的 你看 5月18 5月19 5月20 5月21 这个是我们的确诊数 抱歉 我把它弄回来 抱歉 这里 这里是我们确诊数 9万多变8万5 变8万4 变7万8 看起来好像在下降 对不对 可是实际上是什么 你看这边是我们的筛减量 11万 10万 10万 然后降到8万9 请问一下 这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为什么筛减量一直在往下走 是因为想要筛减的人变少了吗 还是你根本不想筛这么多 那你筛得越少 当然确诊的人就越少 这不是摆在眼前的事实吗 所以陈时中是在告诉你实话 我们真的控制得不错 我们数字控制得很好 今天又更少了 今天现在公布的是 7万9441例 是啊 因为他一直在控制 我筛减量让你变少吗 你的确诊数怎么可能高得上去 这摆在眼前的吗 之前不是跟我们唬烂 说你的能量有22万吗 结果是什么 结果是24小时 没有人 就是全面加班 没有人休假 然后全部这样 硬拼才能拼到22万 那不是废话 你根本做不到这件事吗 不是吗 所以陈时中从头到尾就在骗人 就在说谎话 那现在是怎样 台湾就不可以讲了吗 Netflix这次乱 我看了真的觉得很好笑 玻璃心到一个极致 人家讲的不是事实吗 台湾没有人在排队买快塞吗 你们现在第二轮 不是也出了状况了吗 你没有出状况的话 我想请教一下 如果快塞够的话 为什么每一家药局 在限制78G 你要帮他无限制供应 你不是说够 说够为什么还要排队 为什么还要限定计量 为什么还要实名制 你用实名制 你表示你不够 那不能被人家讲 那Netflix讲个实话 就被你们出征 还有一堆导演什么 在那边讲说要退店 从此不定了 他就讲你们算哪根冲 你们以为自己很了不起 你们就是这样掩盖事实的 台湾多少人每天的生活 面临到了就是买不到快塞 那你们还想要一手遮贴 掩盖事实吗 真的是丢人现眼到底 丢脸丢到大西洋去 然后每天在那边胡说八道 说什么医疗量能充足 我已经讲过好几次了 曾经说你真的这么了不起的话 你今天记者会干嘛在 干嘛躲在那个冷气办公室里头开 你跑到抬大医院急诊室门口开 你告诉现场告诉他们说 我们医疗量能充足 你敢不敢 你没这个种 只敢躲在冷气办公室里头讲 你为什么不去直接面对医护人员讲 说医疗量能充足 大家悠闲得很 根本没有问题 你为什么不敢讲 WHA更不要骗人了 你们有没有想 用脑袋想过一件事情 两年前你们不是把 坦德赛骂的狗血淋头吗 你们不是说WHA都是中国的形状了吗 那你积极想要加入这个地方干什么 不是被中国掌控 你还想加入 你有毛病啊 你犯戒 你自己都说那是被中国掌控的地方 结果你还硬要挤进去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那陈时中还好意思说 台湾的防疫经验很多 可以让世界学习 学你个头 你现在已经变成全世界的笑话 你不知道吗 所以真是丢人现眼到极点 拜托陈时中 不要再丢我们中华民国的脸 你喜欢丢台湾国的脸 你去丢 但请宣称你是台湾国的 你不是中华民国的卫福部长 因为你根本不配 想要有民哥怎么看说 这个其实连外媒都点触说 我们自己有三点的政策失误 我们自己还在沾沾自喜吗 我们现在台湾就是 当外媒在批评的时候 大家就头低低的 似乎好像外媒讲的话 比较有道理 我们自己本身的检讨意见 不管是从民意代表 到媒体到学主专家 他都听不进去 那我们再讲这个WHA WHA其实从2009年到2016年 包含蔡英文刚上来的第一年 我们都能够去以中华台北名义 作为观察员 而且部长的名弦一样的使用 2016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卫福部长叫林纣炎 卫福部长 他也是被称呼为部长 然后虽然是在最后一刻 取得了这个邀请函 但是在2016年一样去了 所以其实我们觉得 程之中说 阿聚如果会被矮化 那你2016年你被矮化了吗 如果你觉得 以中华台北观察员部长名弦 是叫矮化 那你的不矮化是什么 还是刚才韩冰所说的 台湾国卫福部长 对不对 那你要你睡在那边 真的是去关心 台湾的卫生福利 我们的疫情的情况 还是你去那边搞政治 搞台独 那还有呢 最近我们已经连续 在这个节目都提过 在华尔 这个华盛顿观察报 程之中用他的名义 写了一篇文章 说台湾如何抵抗疫情 Oh my God 那个时候台湾的疫情 已经是六万多 那已经是世界第一了 然后在上个礼拜 这个礼拜初 那也在纽西兰的媒体 登了一个大广告 台湾可以帮助 台湾能够帮忙 我们的疫情 好棒棒 对不对 结果德国之声 你聪明反被成功误 招令戏改 医疗人员短缺 这些东西 现在都摊在太阳下 都摊在国际媒体 我真的觉得 你是想参加WHA 还是想去搞政治 两岸关系 当然是关键 自己的检讨 我们这里就不用多说 那你也曾经 在2016年去过 你自己觉得 什么叫不要矮话 什么叫做 抵台湾的疫情卫生福利 去争取国际的空间 你自己先把我们 自己的疫情搞好吧 对不对 傅思维怎么看说 现在看起来好像有些人就觉得说 自己在疫情中被遗忘了 明明有这些声音 是政府假装没听到吗 对我认为很多事情过度乐观 我认为这个疫情 我们对这个疫情 要跟兵家一样 就是要挨兵 床位够了 快筛够了 当初的时候口罩够 都不够 讲够了都是自满 自满交兵必败 所以整个疫情就扩散 没办法 现在就说 我们现在才八万多例 这也不对 今天七万 七万多 七万九 我们知道 其实还有很多黑素 到底有多少黑素在里面 因为他不要去 讲他可能不能上班 他可能没办法去工作赚钱 他可能没办法摆摊 他变成这样 他为了生计 因为很多人是 百分之九十都是社会底层的人 跟我一样都是社会底层 社会底层他忙着生活 他忙着生活 他现在染疫 他全家都靠他 他怎么办 这是大部分的人 他就不要去讲 他七万九 其实可能二三十万都有可能 他是黑素 黑素没有人知道的 谁会知道黑素 可能会有这种状况 我认为我们很多事情太乐观 他乐观我们都准备好 床位不够 医护人不足 这个病房 病房也不足 要这个样来看 快山也不够 我们看到那个 有久看到的影片 人家传给我的 大排长龙 好几百公尺 下雨就拿着雨伞 你看这样子情何以堪 他们这些都是小市民 小老百姓 生活在底层的人 他花两三个小时 五六个小时在排队 就为了去领取快山 而且有的去领取免费的快山 对 只是庙宇提供的两份 免费快山 他排队排好几个小时 我认为政府都要将心比心 都要以民之所欲 要在他的心 常在我心 都变成口号了 就做他的官 其实老百姓没有 做他的官 赚他的钱 做他的官威 做得很大 没有吉民所苦 苦民所苦 要先天下之忧而忧 他们现在变成先天下之忧而乐 自己在那边官威 做得很大 然后怎么样做得很好 其实没有 我认为如果是我来打分数 按那个军事的观点 我认为防疫不及格 不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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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怎么叫及格 你整个都扩散了 当初超前部署 这个疫情要迟早会扩散 要这样讲 我们要迟早会扩散 我们的肠胃 我们的药品 我们的快篩 我们的医护人员 好多 几百项 都要去做的 要这样子讲 因为这就是挨兵 这就是不够 不够的时候就要去准备 准备的时候就移义代劳 你以代劳 能够把这疫情押住 你就一爆发马上押住 要这样子 这个是挨兵必胜 其实大家都给了很多建议 但问题就是指挥中心 真的有听进去了吗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